總裁,是不是請兩位好不好 好,兩位 一位總裁一位部長請一起 林委員早 那個李部長早 我想因為今天早上齁 這個我們的報紙有特別登了一些 包括 超商 這些 賣研磨咖啡的齁 這個,要因為 先來漲價,他們跟著也要 賬,而且是賬五塊錢 齁,那同一跟 光泉啊,今天也跟著賬 齁,那因為先前 政府啊,有特別 呃,來調高 收購這些,呃,生農的 這些價位,齁,造成說 這一波價錢啊,齁,這個 可以說讓這些 呃,這個 業者齁,就藉著這個事 這次就來調升 齁,那我要請教說 部長 那到底,因為 呃,這個我們一些進口的奶粉齁 齁,有沒有機會把它降 貨物稅跟 呃,這個關稅 齁,來平養 因為齁,我認為說 你像這個,牛奶 齁,幾乎家家戶戶 齁,都會用到 齁,那甚至於馬上跟著 後面啊,你像那些麵包啦 很多的東西都要用到 呃,這個,這個奶製品 齁,那你像這樣子的話 實際上,幾乎啊 是不是要,呃,這個 通貨膨脹的這個前兆 有沒有這種現象 我想基本上這個前委員放心啊 政府對物價的穩定非常的重視 所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基於物價的波動 它的原因,它的內容,它的幅度 假如你認為做這個 用關稅的減讓,或是關稅的減免 當作手段的話,我們財政部 當然配合行政院對穩定物價的政策 來做落實,過去一段時間 也是如此的處理啊,我想各位可以了解 那要不要做,你認為要不要做 這個就看看,這個物價波動的狀況 因為確實已經上漲了啊 今天統一光權啊 上8%到11%啊 所以這個就必須要先回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對這一類物品的漲價的原因 它的內容,它的幅度 做一些分析探討之後 提出具體的建議意見 才到我們關稅稅率委員會來做審議 那在提報之後再做處理 因為它的源頭齁,就是因為政府齁 就是帶動調高這個 生奶的這個收購價位 造成他們藉著這個事 就上來了 那我認為說,因為你薪資帳的也不夠 然後你一次調,調那麼多 你說當然很多民眾 他們絕對是挖挖叫 讓大家不能接受 我認為這一點齁 站在財政部齁 你們的立場,包括中央銀行 應該要去 如何去掌控 好,那部長你請回 我請請教總裁 我想韓元齁 最近狂扁 那台灣會不會被 被逼加入這個戰局 報告林委員 我們新台幣呢 並不是定制鏈的一種貨幣 新台幣的匯率是由外賣市場的供息來決定 那我請教齁 如果不加入的話 那對台灣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因為我們新台幣沒辦法定制單一的貨幣啊 我現在必須會以外賣市場來決定 這樣齁 因為本席一直在 納悶說 如果要是說我們今天要是加入的話 這個又要以什麼方式來控制這個匯率 因為確實韓元最近是狂扁 那 總裁你認為新台幣的匯率波動的狀況 依我們現在這種狀況 你認為正常嗎 像林委員報告呢 多年來呢 我們新台幣匯率是維持動態的穩定 跟其他貨幣比起來是相對的穩定 所以說你認為 根據我們的實證研究 從新台幣的反應韓式來講的話 新台幣匯率的走勢 有助於我們國家總體經濟的穩定 這樣齁 那因您專業來看 當然 我們現在整個景氣啊 是趨緩的狀況 那新台幣對美元的匯率 到底是 因您看是要 這個往上升值好 還是貶值好 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這是價格 價格是市場決定的 那你認為 什麼樣的狀況 對我們整個台灣的經濟是最有利的 我們就是維持它的動態穩定 這樣齁 因為齁那個 那個總裁啊 因為齁 我們都知道 這個 新台幣的不管升扁 它是一刀兩刃 當然 升值齁 那 呃 這個可能 對出口齁 這個比較不利 對進口比較有利 齁 那相對就是 另外 緩期到齁 所以說我認為 這個當然中央銀行 齁在這個匯率方面的掌控啊 是非常重要 呃 你說台灣是一條小船 當歐美兩艘航空母艦啊 在動的時候 台灣多少會受到影響 齁 那希望 央行希望能把台灣這條小船穩住 那我請問 到底歐美哪一艘航空母艦 齁 的狀況 比較嚴重 像委員報告呢 因為 歐盟的GDP啊 跟美國也差不多 兩個都差不多 歐洲美洲都差不多 對 那兩個力量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齁 那個 因為齁 你認為這次的動盪 跟2008年金融海嘯的狀況 到底是 餘波的影響 還是新一波的海嘯 海嘯的出現 我想 美國 只要是 它產生政治僵集 因為歐巴馬失去了 眾議院的控制權 所以它很多事情 產生了政治的僵集 政治僵集以後 產生了一些不確定因素 不確定因素 會使老百姓 企業家口袋裡面有錢 他不願意投資 特別是消費者 也不肯買耐久性的消費財 那麼歐洲呢 就是主權債務基金 出了問題 一直延宕不絕 因為歐洲的問題呢 它沒有辦法按現在的目標 繼續存在 它往後退呢 它的代價 是不可承擔之重 所以歐洲現在還是有點降級 所以在兩個降級裡面 多多少操操 對全世界的經濟成長會有影響 這樣齁 那個總裁 我想因為央行齁 停止升息 是不是為了穩住台灣 這艘小船 因為 我又再報告過了 因為整個世界的經濟成長趨緩 那麼物價從今年的第三季以後 高峰以後就往下滑 油價也跌啦 黃曉毅對不對也跌啦 所以在物價 通過膨脹以及心理欺緩 的情況之下 那麼中央陽女士會 一次決議 讓我們的利益維持目前的水準 所以說不會因為浪大來翻船 不會吧 什麼 利益維持不變 那個 您認為齁 光是停止升息 有辦法解決這一波 目前還看不到 這個鏡頭的這個波浪嗎 像委員報告呢 要維持我們國家總體經濟的穩定 除了貨幣政策之外的 還有很多很多的功績 不是 完完全全由貨幣政策 就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必須要大家共同努力 這樣齁 那個總裁 我想金建會的副主委胡仲英 說 因為台灣買希臘債券不多 如希臘違約 受到的是間接的影響 因 有些歐洲大銀行 購買較多的這些希臘債券 如台灣與這些歐洲銀行來往的話 會受到間接的影響 那請問間接影響是不是已經 反映在我國經濟成長和股市動人身上 事實上這個歐債的危機 因為很多歐洲的銀行去買這些債券 所以現在在銀行界產生一個很大的困擾的問題 就是說銀行間的菜借 幾乎在歐洲裡面大家都減少 大家把錢呢 全在歐洲的中央銀行 然後在歐洲中央銀行 再借出來 這銀行彼此之間的信賴度呢 就降低了很多 那你認為 我們台灣有足夠的這個耐受度嗎 因為跟委員報告 委員剛才提過啦 因為我們國家 持有的希臘的債券的金額並不高 所以說沒有問題齁 總裁 你說解決希臘債務問題的方法 一是外部貶值齁 那即使希臘脫離歐元區齁 那但希臘貨幣將大幅貶值改善債務齁 一是內部的調整齁 希望這個希臘留在歐元區 但物價工資將持續的下降 請問您可以解釋一下 這兩種方式 哪一種是對台灣未來經濟狀況是比較有利的 像委員報告呢 剛才我講過啦 歐洲這個問題不能按目前的現況 維持在那個地方 你要往後退 這個代價不可承擔之重 最好是往前推 歐洲從1949年成立歐洲理事會 他主要目的做什麼呢 就是要避免軍事的衝突 到了1999年成立歐元 歐元之後歐洲年得到很多的好賜 創造了一千四百萬的就業人口 物價維持在百分之二以下 他避免費力的風險 但是不幸的是 歐洲十七個國家裡面 經濟表現的參支不齊 同時呢 他利率一致 費力一致 但是缺少了Fiscal Union財政的聯盟 歐洲的目的是要成立一個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像美國一樣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但是他沒有歐洲的財政部 我們希望歐洲人發揮智慧 這一代的人能夠像上代的一樣 往前推 能夠成立一個財政的聯盟 那麼對歐洲 對全世界都是有好處的 好 那個總裁 我最後一個問題 齁 你認為歐債問題會不會 燃燒到義大利跟西班牙 假如歐洲的人 特別是歐洲 德國能夠 負起領導的責任 往前推的話 我想是不會的 不會是 因為你說 就算歐債問題到最差狀況 國內景氣 都不會比08年 金融海峽的時候更差 那請問你所說的最差的狀況 到底是什麼個狀況 因為我想歐洲人是滿有智慧的 我是相信歐洲人有智慧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好 謝謝 謝謝 好啦 彭總才更有智慧